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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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聲音嗎? 有 哈囉 謝謝 很高興喔 看到今天這麼多這麼多的朋友 那我相信應該是 有一些是我們這個 老朋友吧 那也有一些是朋友的到來喔 那 我應該 我已經好幾 好幾個週沒有來啟動試射了 很謝謝大家 還是都 按時的來參加我們啟動試射的活動 那 那 這個 今天我要介紹 我 好朋友反而好像很難介紹 因為這竹法不及備載 因為太多太多可以講了 反而我不曉得說從何來講這個 若寒秀老師 那 這一次喔 今年我們 就是 很榮幸喔 而且 我也非常非常高興說 我們有機會 來承辦這個整個啟動試射 今年的試的復興 那也是因為我非常重視 呃 這樣的一個 一整年的活動 所以我特別也邀請了我的好朋友 呃 也是遠景的好朋友 就是我們 陸寒秀老師 他來擔任我們這一個 整個系列活動的一個總策劃 那當然有因為有他的加入 讓我們整個活動 好像有一個 那種精神領袖的一種感覺 所以我們這幾場辦下來 其實都非常的成功 好 很多朋友 而且來一次 兩次三次 我看很多時候 面考應該都常常來的 對 所以 呃 非常的高興 而且 也很 也很榮幸了 有機會來邀請陸老師 來擔任我們的總策劃 那我們接下來其實 一整年份的活動 那我們希望大家都 都還是不斷的來支持我們 那陸寒秀老師 我想他是一個 非常 呃 優秀 而且他自己本身 當然我覺得他 很有天分 可是也不要忘了 他是一個非常努力的一個作家 呃 他在小說 不小說 就是曾經想當小說家 對不對 對 但是他在這個賞文 還有詩的部分 其實都有一個非常好的成績 更 呃 比較特別說他的詩 其實被應用在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好 是一個 呃 應該台灣這個詩壇跨界 可能跨最多的喔 那 呃 呃 我們今天 呃 這個 我也表示我的誠意啦 所以呢 我有準備了一個小禮物 就是我們 呃 出版的這個 這個書 叫 《何時愛戀到天涯》 這個書非常非常的棒 我想 每一個人都可以在這個書裡面 找到屬於自己一首情詩的 呃 那等一下 老師呢 他說會有 前面有一個對於 呃 這個這個 自己的一個介紹 對不對 對 那很多答案就在裡面啦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可以認真的聽 不管 呃 詩的賞悉 或者是對老師的了解 那這個答案都在裡面 我們有三個 三本書 三個題目 可是還有個大獎 非常特別 你知道齁 現在這個 我們現在 有很多的 不只是畫場有拍賣 我們現在有非常多的是 呃 書的拍賣 還有手稿的拍賣 你知道這個 我們這個老師這個真正的手稿 它特別帶來了 嗯 那所以我們其中有一個題目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 這個 老師的手稿 這個 這個 無光中的手稿 最近還買可以賣到十萬塊 哈哈 那這個 周共碟一百萬 所以 你知道這值多少錢 而且老師的字 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希望大家 呃 今天可以好好 呃 的來聽這場活動 那 現在我們就請我們的 駱涵修老師 來跟我們 呃 講 他這個 同時愛戀到天涯 呃 很多人喔 都說 陸老師 她的琴詩寫得非常好 對 那我們今天應該來 就應該來考考她 為什麼 她可以寫出這麼好的情詩 情人在哪裡 哈哈 對 也許答案就在這個詩裡面喔 那我們今天 好好來猜測她的情人 到底在何方啊 好 謝謝 那 我們今天來了有一些 有一些需要介紹的 我想就讓陸老師來介紹好了 這個玄機喔 每一次的介紹 每一次的話語 呃 等一下都 我們的題目都在裡面 所以要認真聽喔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言廷我們的 夜化鄉人 各位好 大家午安 午安 很高興啊 跟大家來談這個題目 我們呢 獅子復興 很體恤演講者 所以時間只有一個半鐘頭 所以 對我來講一個半鐘頭 是蠻辛苦的演講 就是 我曾經講過更辛苦的演講十八分鐘 叫做TED 我說 叫要講一百八十分鐘很容易 叫要講十八分鐘真的是比登天還難 那很謝謝這個國立台灣文學館 齊東師社還有 嚴謹給我這個機會來策劃 我很喜歡的這個場域就是齊東師社 那已經呢 好幾屆的師的復興是一個非常好的活動 尤其對現在式的推廣 覺得很近的 非常大的力量 雖然好像每次只有溫溫欣欣欣等 我看過第一年來的活動 有的時候呢 十個人以下 十個人到二十個人 到了三十個人 就已經人很多了 那到四十六十大概都破紀錄了 不過呢 雖然是小小的 可是我覺得很溫馨 但是有時候 師的種子 一顆兩顆 它就會成為很大的樹 所以我很榮幸 能夠擔任今年的師的復興 這種策劃 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呢 大部分呢 我能夠來的時候 每一場我都來親自來主持 那想說這一場是我自己的演講 沒有人幫我主持 怎麼辦呢 所以 所以 我不想後來這個 葉小姐來了 因為葉小姐第一 第一個禮拜 第二個禮拜有來 那她看了 覺得 嗯 這個陸安九大約可以信任 因為兩個禮拜下來 常常都爆滿 所以她就放心了 她就一直 好幾個禮拜沒來了 所以我想這個禮拜 我也是我孤苦伶仃 沒有人幫我介紹 所以 我只好 我也很少 我也從來沒有在演講 開始自我介紹 不過 前一場聽到 這個項養老師 他說 他 我看到PPT第一個開始 就是項養的自我介紹 那我覺得說 好像 搞不好真的有人不認識我 應該是我介紹一下 不過在我 自我介紹之前呢 介紹幾位 朋友 因為呢 這個跟我 我待會兒講的 雖然不是直接相關 但是間接有關 第二 我要介紹 我一直很敬重 我們台灣的 英雷家 也是我們國家文明獎得主 錢恩張老師 還有她的夫人 奈美珍老師 我很榮幸 前年跟楊惠老師 共同合作 我們做了 台灣第一部的台語 台語國語歌曲 而且那一部歌劇 我們還得了 傳統藝術金曲獎 我跟賴美珍老師 共同得了 傳統藝術金曲獎 的作詞獎 那再來我要介紹 我們好朋友 我在 不管跟詩人的團體 或者跟工夫們 合作 感覺非常喜歡的 我們新北市文化局的專演 曲專 謝謝 但是我碰過 當然我自己 曾經服務 曾經服務夠的 當然都很不錯 但是我碰過其他 縣市 或者其他部會 公務人員呢 很有眼見 心胸很開闊 的 公務人員 以前我講到公務人員 都咬牙切屎 很不喜歡公務人員 不過呢 後來我有兩次機會 進到公務體系 接著發現 公務人員大部分 都非常優秀 說老實話 那他們有一些限制的是 體制的關係 好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這個題目是 講詩的跨界 詩的跨界 所以叫 《何時愛戀道天涯》 其實《何時愛戀道天涯》 就是我在做 詩跟影像跨界的 系列作品其中一部 而且是 在外國的部分 就是我稱它為 歐洲系列三本書 其中的一本 這三本書 第一本是 忘了 曾經去流浪 那紀錄了我去 荷蘭 德國 丹麥跟瑞典的旅行 然後後來跟 影像跟詩的結合 後來出了第二本 就是《何時愛戀道天涯》 都是義大利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 帶大家遊義大利 我們知道去 歐洲大概一趟要十天 如果說 以我在公家機關的經驗 就是我們的 預算怎麼編呢 歐洲的預算一天 一萬塊台幣 所以呢 歐洲時間就是 一個人要編十萬塊 所以待會兒這趟走下來 各位 每個人賺十萬塊 一趟十萬 那第三呢 是我參與了 2008年的 英國愛丁堡一歲節 所以做了紀錄 那 出了那本書叫做 《陪我走過佛利路》 所以在進入今天主題之前 我說 只好 自摧自衛自我介紹 那自我介紹呢 很多習慣講說 哎呀我是哪裡人啊 哪一年生的啊 哪個學校畢業的啊 幹過些什麼事情 對不對 幹過什麼好事 壞事 然後得過什麼獎 我覺得 或出過什麼書 就那個太自私化了 之前有 朋友 記者朋友幫我整理的 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呢 還蠻有趣的 從另外一個面向呢 來 看到我自己啊 所以說 他說 我是全世界最早 寫 選舉歌曲的人 所以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 像春天的花蕊 台北新故鄉 這是全世界首創的選舉歌曲 而且 不只我首創也寫的最多 再來呢 我們現在都在講文創 講跨界 所以 我的作品 也曾經跟商品 這個商品呢 不像之前 有一些 藝術家也好 詩人一樣 他們的作品呢 被放在 產品的包裝紙 包裝盒 或裡面的 詩卡 書卡裡面 那個都在特定的商品 然後呢 你呢 是要非常 巧合的才剛好看到 但是我這個商品是 你到社會買得到 你到全家買得到 加熱舞買得到 Costco買得到的商品 所以 我曾經有 台灣的第一品牌 能飲咖啡 叫做 純粹喝 純粹喝 有一次 把我的 兩手作品 放在他們 兩款的商品上 一個是 什麼什麼 粽乳拿鐵 一個叫什麼 等一下可以看到 他們的各上市兩個月 所以兩款各上市兩個月 但是呢 我一直不曉得 他到底 那兩款商品 賣多少 我一直沒有機會去問 後來我剛好提到 有一次 配等 找我去演講 我說18分鐘 不曉得要講什麼 所以我只好把題目一直說 辦得一直 載話載到說 那我純粹講文創 講文創 當然 我的這個經驗 是一個很好 成功的案例 所以呢 一定要有明確的數據 所以我就打電話問這個 那個 純粹後面的公司 叫比菲多 問比菲多的董事長 我說 你老實告訴我 我那兩支飲料 你們到底賣多少 他以為我要跟他要錢 所以呢 之之呼呼的 一直不說 在我的逼迫之下 最後他 說了老實話 他說你要講 我說你要講老實告訴我 因為我是在天等演講 如果是這個虛造 造假的話 等一下被人家打臉 被人家抓包 不只是我 你也都沒有面子 所以他老實說了 他把報表調出來 看一看 老實說 他說你那兩款產品 大概各一天各賣十萬瓶 所以呢 一款上市兩個月六十天計算 一天十萬瓶 就表示一款賣了六百萬瓶 兩款就是一千兩百萬瓶 講了這麼多 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純粹喝 一個叫 重乳拿鐵 一個是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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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兩款 他們呢 用我的照片 用我的詩 說了 限量版只上市兩個月 那但是他已經賣了一千兩百萬瓶 再來 我也幫人家寫過很多slogan 譬如像 新故鄉 新故鄉 新故鄉是來自於 我第一次寫新的歌曲 叫台北新故鄉 後來呢 很多人全部都新故鄉 到處亂回 到處都是新故鄉 接著呢 大概最有名的應該叫 有夢最美希望鄉水 很多人都開口閉口 有夢最美希望鄉水 還不曉得是我寫的 而且其實呢 今天你在這邊聽 給你另外一個 更 更第一手資料 有夢最美希望鄉水 其實是有兩個意思 這兩個意思怎麼產生呢 念的聲調不一樣 它意思就不一樣 有夢最美希望鄉水 我們如果用台語唸怎麼唸 有夢最美 再來 有夢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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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不一樣 你想想它怎麼樣的詮釋 好 或者像台灣之子 這個名字也是我取的 相信台灣 或者現在還沒結束 即將結束的 台中的2018 世界華為博來會的slogan 就是我寫的 聆聽花開的聲音 再來 因為我一直在思考文學的跨界 文字的跨界問題 所以我很早就開始寫歌 因此 在歌詞的靈異裡面 也有一些小小的成績 這些成績爆發 在金曲獎裡面 在同一個獎項 個人入圍最多的紀錄 是我這個紀錄 從1993年到現在 一直是我保持者 在同一個獎項裡面 我個人一個人入圍 占了裡面的80% 入圍的名額 無首 我一個人占四首 在同一首歌 得到金曲獎跟金鼎獎 這個紀錄到現在還沒有人破 這首歌叫畫美 畫美是1994年的 君曲獎最佳荒原作詞人獎 也是1994年金鼎獎的最佳作詞獎 那講不到金鼎獎 金鼎獎有最佳作詞獎 就有最佳作曲獎 同樣那一年的金鼎獎的最佳作曲獎 得逐是在畫美這首歌的專輯 裡面的另外一首歌 叫做鴻魂尾貴專代王的注定 那當然作曲的是作曲的老師 叫詹弘達老師 這個紀錄到現在也沒有人破 也就是說金鼎獎的最佳作詞跟作曲 是搬在同一張音樂專輯裡面的 這個紀錄也沒有人破 那同樣一首作品 既入圍流行音樂金曲獎 也入圍傳統藝術金曲獎 那我們金曲獎很特別 金曲獎有流行音樂金曲獎 流行音樂金曲獎 是大家比較喜歡的 就是反正很多歌手流行音樂 可是金曲獎另外有一個叫做傳統藝術金曲獎 歌仔戲啊 客家戲啊 昆虎啊 藍館啊 北館啊 布袋戲啊 或者像前南章老師所做的那個 也絕對都是在傳統藝術金曲獎 不可能要流行音樂金曲獎去 那麼同一首作品 入圍或流行音樂金曲獎 跟傳統藝術金曲獎 也就是我寫的 這個入圍是因為跟前南章老師 藍老師合作的關係 所以呢 那個其實在1993年 在那個歌叫做 《武修理婚電影》 《火開不到時》 裡面就是兩世都入圍 好 而且呢 在第二世的入圍 入圍傳統藝術金曲獎 之後還得了獎 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造成呢 所以就成為啊 到目前為止 唯一一個 在台灣創作界 唯一一個 得過流行音樂金曲獎 也得過傳統藝術金曲獎 就是我 這唯有一個 因為流行音樂跟傳統音樂 它的領域差別很大 所以大概很少創作者 兩種領域都會創作 好啦 講了這麼自吹自擂的這麼多話 來 進入我們的主題 燈 螢幕的燈關了嗎 關了嗎 關了 呃 因為呢 叫做 何死愛命到天涯啊 所以 我在幫這個系列寫一首 序詩 就好像當前年 當序一樣的時候 就在思考說 我要怎麼去布置這首詩 的情境跟場景 因為呢 講的是 何死愛命到天涯 那就好像 欸 有動感旅行啊 流浪啊 那我馬上想到的就是 我很喜歡的一個 日本童話作家 叫公哲賢士 公哲賢士呢 代表作 銀河鐵道之夜 銀河鐵道之夜 哇 夜行火車啊 就是貨車啊 是夜行的火車 所以 我就 把這個場景 布置在火車上 所以呢 寫的這首 用這個系列的名稱 寫的 這首詩 當成敘詩 我把它唸一遍 我奢侈的禱告 世界將你忘掉 當然 一切更好 只需留給我們 一個避世的境地 或許 在花還未放棄自己之前 我們將香屍打包 拉著黑夜的大皮箱出發 那唯一遠行的列車 坑糞的汽笛 吹出著 陶盾的車輪 在小宅軟爐的包廂裡 我攤開愛的神話 仿佛一張古老的地圖 簡簡地向你指點 終站的位置 你不需擔心 不論天涯有多貴 我點當的時候的想念 偷偷偷定了位 當多語的不安到戰後 你是否察覺 其實 天涯還是你的心 而 我是一直在旁邊 守候的海角 這講 何時愛練到天涯 沖滿了禮行感 我不曉得各位對禮行的感覺怎麼樣 我自己對禮行的定義是 禮行的目的是為了要回家 禮行的目的是為了要回家 然後呢 家鄉是永無止境的旅程 當然有人說 所謂禮行呢 是從你活膩的地方 到別人活膩的地方去 這個也很傳神 對啊 沒錯嘛 從你活膩的 每天生活在這個環境裡面 溼度 溫度 雨水 人 事情 你很熟悉 很厭煩的 然後到一個 哇 你覺得你完全陌生的 所以你充滿了烈奇的那種心情 你所有的 細胞 你所有的神經都敏感起來了 所以 有很多創作者 他比較透過旅行 去尋找靈感 這個也一點不誇張 因為你在不同的情境裡面 你看 包括空氣的溼度 那個味道 你眼前所見的 色彩 顏色 包括你要 山山在吃的東西 都不一樣 所以 跟一個全新的環境 你說 要重新 你說的細胞 要重新排列 所以呢 你就很敏感 對什麼都好奇 都有興趣 因此呢 這個創作自然就會旺盛 我不曉得陳南章老師 會不會這個樣子 他好像不是 因為陳南章老師有一個外號 就是 音樂界的公務人員 知之氣氣 這暗時 這個交建交稿 都是非常紮實的作品 那有一些人呢 可能他必須要透過刺激 我們看 尤其是看一些像 歐洲人那些 作家 哲學家 靠很多奇奇怪怪的方式 吃雞 喝酒啦 然後呢 女人啊 賭博啊 甚至賭品 都有 但是呢 但是呢 旅行一直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所以我跟大家介紹 意大利或許呢 你神遊之後 也觸動了你創作的情感 我先從北部開始介紹去 這是意大利北部 他的 而且是意大利的第一大港口 其實我之前不認識 我去之前不認識他 因為意大利美的地方 大家耳熟能響的 就算你沒有去過聽的看的 電視 電影啊 小說啊 旅遊節目啊 那我們比較少就介紹到 這個叫做 Genova 熱那雅 我為什麼去呢 那時候我在高雄市文化局服務 高雄市文化局的 每兩年有一個很大型的活動 叫做 國際貨櫃藝術節 國際貨櫃藝術節 顧名思義就用貨櫃來做裝置 做彩繪等等的 一個藝術 那為什麼叫國際呢 其實國際的方式 就是找幾個 找兩三個 香港啊 澳門啊 日本啊 外國的藝術家 來高雄參與貨櫃創作 然後創作完就展覽 這叫國際貨櫃 後來想說 是啦 這個也叫國際沒有錯了 但是我們有沒有沒有辦法 把台灣的國際貨櫃輸出啊 做文化藝術的交流 講到這個我們通常嚇到了說 哇 局長 這個工程浩大啊 你的時候說 記幾張畫 或者呢 書法 捲著啊 就帶著跟底行箱去參 參展 那容易 欸 貨櫃我們不能夠 拉著黑黑的大皮箱 你不能夠上飛機啊 你不能夠帶著外國去參展啊 他說 知識其他 我說 不用緊張 我們高雄呢 有高雄港 有高雄港 就有很多的 這個 貨運公司 輪船公司 我們來找輪船公司啊 所以我就找了揚明海運 我跟揚明海運的董事長說 欸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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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個樣子 我說那要進哪裡 他說我們如果你要跑遠一點 要搞大一點就跑遠一點 就到歐洲 我們歐洲的據點在義大利的熱納亞 我說好 那我們就到熱納亞去展覽 所以我們同仁就開始跟 因為歐洲有一個國際貨櫃藝術的聯盟 就跟那個聯盟合作 請他們來策展 就在就地 在義大利的熱納亞策展 所以我到了這個城市 其實後來到了這個城市才發現 哇 這個城市其實很漂亮 不要以為它是什麼海港港口 因為它在義大利北部 所以它也在沿著地中海 所以它不只是義大利的最大的港口 它其實是地中海的第二大港 一直輸法國的馬賽 可見這個港口很大的利 那港口其實是一個國家 一個地方 跟外界交流最直接的第一線 櫥窗 對不對 貨物要進來 貨物進來的同時 文化也進來了 所以有進來就會有輸出 因此你看任何一個港口 它都是那個地方最早開發的 最早結市的地方 這那樣也一樣 它不只是最大的港口 它也是義大利的燒船中心 更是電流中心 那更重要的 因為它開發的早 所以它自然文明就會 早不只有文明 更是給異國文化 衝擊融合交會之處 所以2004年的時候 歐盟就指定 那那亞為歐洲的文化首都之一 我們來看看這個城市 它不只是港口煉油中心 你看 名人啊 哥倫布故鄉 伊內加帕格尼尼的故鄉 所以呢 這是一座這麼美麗的城市 誰給它讚嘆過呢 大家很熟悉的 美國的小售家馬克圖文 馬克圖文就說 熱納亞的女人是全義大利最漂亮的 這個令我很惡望 因為我在熱納亞只有停留兩天啊 那兩天幹什麼呢 你看 比如 跟歐洲貨櫃藝術聯盟合作 所以拜會他們 然後安排上電台 接受採訪 然後開幕儀式 再來官方的參訪 所以沒有時間看你人 所以就不曉得 沒有辦法印證馬克圖文講得正不正確 不過我覺得馬克圖文講的話應該可信 待會兒我們還可以看到 我覺得透過這兩次它對城市 對建物的觀感 我很認同它 另外呢 這是我很喜歡的一個作家 德國的作家 叫赫曼克賽 以前高中的時候 喜歡讀他什麼彷徨少年史 流浪之歌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他在他的類似自傳式的小說 叫香愁 這本書裡面提過 他最喜歡去的城市叫熱納亞 叫熱納亞 所以我相信 這是一座非常美麗的城市 吸引這麼多人喜歡他 而且是不同的心靈的名人喜歡他 你看這是他們以前在18世紀的皇宮 詩人的住宅這麼美 這是這個叫華拉利廣場 是這個座城市很重要的意象 重要的地標 特別是這座噴水池 這是黑白相間的教堂 我如果沒有記錯這個教堂的建築師 是跟佛羅倫斯 聖母百花大教堂 是同一個建築師所建的 好漂亮 用黑色跟白色的大律師 所建造的這個教堂 這個教堂叫聖羅倫佐大教堂 佛座的教堂 屋頂都會有很多的彩繪 或者這是管風琴 這不在教堂裡 這在建築裡面 有本書叫《馬可波羅遊記》 《馬可波羅遊記》 《馬可波羅遊記》在十三世紀 我們以為從小讀書 《馬可波羅遊記》 我們想當完 就是那個叫馬可波羅的人寫的 叫《馬可波羅遊記》 後來不是 《馬可波羅遊記》是馬可波羅的故事 別人幫他寫的 在那個時候 意大利還不是一個統一國家 北部這邊是一個共和國 像威尼斯也是一個共和國 所以這個就好像我們的諸侯一樣 在城邦政治的階段 因此這些國家都會打仗 那馬可波羅參與戰爭 結果被俘虜了 因為馬可波羅是威尼斯人 然後被俘虜了 就關在總督府旁邊的監獄裡面 這個是當時留下來的 當時監獄被關在監獄裡面的人所做的壁畫 那馬可波羅在監獄當中 反正關在裡面無聊 無聊就幹嘛 就吹牛 就聊天嘛 大家都吹牛 後來他就開始講說 哇他到東方來 看到中國文明 各種花明 這對於當時的歐頓來講 真實是不可思議 既然世界上有什麼文明 這樣的物產 這樣的國家 哇他才聽得好好奇 那剛好呢 跟他同行師的有一個叫監獄玩笑 不是叫監獄玩笑 原本是作家 跟我一樣他是作家 聽了呢 哇就用到底把他寫下來 就成為呢 馬可波羅遊記 好你看這些 當時呢 球案在地上所畫的 到現在呢 還留了下來好幾百年了 那他是一個港口 那第一天晚上 我們就晚餐 晚餐車子還開了一段路 感覺呢 上山 到了山頂 一家餐廳 哇 這 我去的時候好像是 午夜混淆 這 春風襲來 剛好 夜晚呢 夜幕剛剛落下來 所以呢 就從外面吹進的這個 春風 很舒服 可是看到點點的燈光 就到窗邊去看 發現哇 這個城市真的很漂亮 雖然當時天色已暗 不過呢 我還是拍下了這張模糊的照片 好 那這個是 剛剛我們看了很多漂亮的 我們更深入到 長影的街道看看 想說意大利多浪漫 也很時尚 對不對 或者他們的汽車多流線 可是我們的車子在城市 將大街小巷就跑 哎呀 這個景象常常看到 結果在窗戶外面 你看 泛國旗賽的這個樣子 實在不太像是想像中的 很浪漫的 國度或城市 不過這不只是在這邊看到 沿路到處都是 沿路到處 那 後來呢 應該要出書吧 出書我就開始從大概 在六七千張照片裡面去挑 一本書 大概要兩百張 跟葉小姐在討論的結果 大概兩百張左右 你看我在六七千張照片裡面 這個照片 實在很特別 我就挑了 那挑照片沒什麼 可是麻煩的是 出這本書的時候 是歐洲系列的第二本 那第一本就已經有 用詩來配照片 那第二本這樣 研系這個 可是這個葉小姐給我欄題 他說 我們不能夠每一本都 同樣的方式 每一本應該有變化 我說什麼變化 反正 欸 挑照片就很辛苦了 挑完照片呢 要幫照片配詩 你看兩百張 我大概配了超過一半以上 就是說 雖然詩不長 可是大概寫到 一百二十首左右的短詩 那如果說沒有主題的限制 寫一百二十首還好 可是呢 葉小姐難度增加 他說 不行我們應該跟唱 第一本不一樣 然後這一本呢 你就要全部都寫情詩 我說為什麼寫全部都寫情詩 他說這叫義大利嘛 想到義大利就好浪漫喔 要求我呢 我一定要寫情詩 我說好吧 那我就試看看 那因為要寫情詩 其實當時啊 我一開始想到說 這本書的書名是什麼 當決定要寫情詩的時候 我跳到腦海來 第一個想到的書名叫做 意亂情迷 意大利 情詩啊 意亂情迷 不過葉小姐說不行 因為我們呢 要同一個系列 第一本書叫做 忘了 曾經去流浪 既然同一個系列 這個句法要一樣 所以要兩個字 逗號再五個字 我說哇 所以我為什麼寫了那麼久 就變成呢 何時 愛念到天涯 也是從這邊來的 好啦 照片挑了 沒問題 他看到了不同的景觀 也有趣味的一面 可是要寫詩 寫詩也不是問題 可是要寫情詩 問題就來了 曬衣服萬國企 這怎麼寫 所以呢 好不容易寫出來 我把它唸一遍說 我們所謂的激情 在陽光下 已然蒸華帶盡 我們必須重新續滿熱力 以便將今夜燃燒 這樣有夠嗎 寫一張沒關係 還要寫第二張 來 這個衣服賽就有夠誇張 這在 我先跳一下 這在威尼斯 這在威尼斯 天啊 我進到這個社區裡面 衣服既然賽成這個樣子 我那時候就 嗯 頭上就三個問號 這到底呢 第一個 衣服要怎麼收 從我家 拉繩子拉到你家 我家就是你家 你家就是我家 請問這個 衣服要怎麼賽呢 那到底呢 135我家賽 246你家賽嗎 還是呢 中間跟 這個拔盒一樣 中間板 挑縫絲帶 這一邊是我的 那一邊是你的 哎呀 我在想老半天 覺得呢 這社區啊 大家的情感應該很不錯 不然收到別人家的內褲去 這個賽的多漂亮 這張我也很喜歡 我也挑了 所以呢 所以呢 還是要配詩啊 所以這個詩是說 我五顏六色的情欲 總在看不見的夜晚濕透 你將它 亮在眾目睽睽之下 被留言 吹得張揚昭揚 因為寫情詩吧 所以呢 就有 那種 情意飽滿 但是呢 如果同樣一個畫面 我們找一個小孩子來寫 他當然不會這麼寫 我評過一次同詩比賽 其中我評的第一名 就是什麼 賽衣服 我評的第一名叫賽衣服 他不是像我寫這個樣子 他怎麼寫呢 他說 穿著五顏六色五衣的歌者 在陽光下熱情的歌唱跳舞著 到了傍晚 節目結束了 我給他們一個熱情的擁抱 寫到好不好 很好啊 你看賽衣服 五顏六色的衣服對不對 因為呢 曬在外面 所以風一吹他會動 好像在跳舞 也像在 有風在吹 有聲音 也像在唱歌 到了傍晚 衣服曬乾了 對 那你要收衣服嘛 衣服到收衣服 是不是一件件抱起來 給他們一個熱情的擁抱 很傳神 很傳神 表現呢 孩子的純真跟想像力 而且呢 其中隱含著 我是乖孩子 我幫媽媽 曬收衣服 好 這個照片在哪邊拍呢 車子開過去的時候拍的 其實啊 我這種 國外的旅行 我非常多的照片 通通是在巴士裡面 隔著巴士 隔著窗玻璃往外拍的 所以呢 我很多是在 時速100多公里的情況之下所拍的 像這個呢 當然這是在城市裡面的 不過城市裡面的 車子也會顛波啊 而且呢 一閃即逝 因此你要不要按快門呢 其實取決於當下的 這種反射動作 看到了就按 而且要怎麼按 怎麼構圖 幾乎呢 是0.01秒的 短的時間裡面就做了決定 我看到這個畫面 拍它 而且刻意什麼 刻意把裡面應該是視界的焦點 視界焦點其實是那兩個人 因為大陪都是綠地嘛 這種鞋坡式的綠帶公園 都通知性很高 雖然上面呢 有不同的是 只要做圖案的佈置 可是最突出的還是活的人嘛 所以那兩個人是焦點 那我這個構圖 不像一般人講說 講構圖要黃金比例 我的構圖常會喜歡 不依照 不按照這個規矩來 我就刻意地把它放在角落 而且呢 它的比例占得非常小 即便如此呢 我們在看這個畫面的時候 它還是視覺比較遠 馬上就跳出來 這兩個人坐在那邊 好啦 我們當然不曉得 他們兩個人是什麼關係啊 到底是在主關係嗎 兄妹關係嗎 朋友關係嗎 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創作者就有這個好處 我們創作者可以扮演你作品的上帝吧 所以你作品裡多少人 你就可以做為他們上帝 你就可以幫他們 你構築他們的一個族譜 一個戲譜出來 人際網絡隨著你怎麼樣去安排 他們的生死 他們的喜怒哀熱 你都可以安排 只要你能夠安排得好 所以我就要讓他們兩個人要產生關係 那些古老的帆傳愛情 早就成了傳說 我們自幽深的時光 打撈起靈心的志趣 準備他們共度餘生 天啊 這兩個人一定要失手一輩子 如果他們知道的話 一定會跑來給我抗議 那這次呢 我們讓這個圖片 它本來可能沒有生命 可能本來沒有想像的空間 但是我們賦予它了 賦予它不只是你給它這個故事 其實不同人看到 它會有產生不同的想法 又會創造出其他很多很多的故事出來 像這個 這個畫面 我要把它拉得更久一點 我高中時代 開始接觸現代文學 除了讀我們台灣的很多前輩作家的作品之外 也讀一些歐美的 叫西洋的文學 最早讀到的呢 就是當時 我這個世代的人 在高中啊 大學之代最流行的存在主義 那存在主義小說的翹楚 公認的呢 好像非讀不可的經典 像什麼異鄉人啊 對不對 蛻變啊 歇西佛斯的神話啊 那些 卡妙沙特 好啦 我是讀卡妙的異鄉人 就開始 一個鄉下小孩子在開始想一下 喔 那個遙遠的歐洲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世界 包括他們的城市景觀 你在小說裡面看到了很多人的活動 人的情感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包括愛恨情仇 可是那個城市呢 你沒有圖片可以看 所以完全是靠文字的描述 在那邊想像城市 因此呢 從那種存在主義的作品 你會讀到人與人之間 好像非常的疏離 很疏離 因此呢 你去構思他們所生活的那個 空間 當我有自己的 自己 腦海裡面的 那種 城市的 面貌 看到這個人 我就覺得 欸 這不就是我高中時候 想像的歐洲的城市嗎 像法國啊 像哪裡的城市 所以 拍了 拍了之後 我們來看這張構圖 其實呢 它是兩個 三角形所 撐齒起來 所撐齒起來 所拉扯出來的 一個 視覺上的張力 透過透視 譬如說 你看到 因為透視的關係 這貼到兩旁的建物 就成為一個 三角形 好 好啦 建築物 是使得 不會動 但是 它是這個畫面的 襯底一樣 那 前面呢 前面我去構設了一個 小三角 這個三角 它是可以移動的 但是 不管這個三角形 如何的動態 它其實跟後面的三角形 永遠保持一個 筋橫的關係 這哪三個 這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 這三個 就是這個畫面裡面 最前面的三個人 所以 他們所佔的比例 就大於後面很多的人物 因此 毫無疑問 它就會成為 我們很直接的 視覺上的焦點 拍這張照片的時候 我稍微 等了一下 等什麼呢 等最前面的 最前面的這一個 人 幹嘛 眼睛 看下面 一面左路 一面看手機 我們有時候會看前面 有時候低頭看手機 我就是等他低頭看手機的時候 才按快名 為什麼要等他低頭看手機 不要他看鏡頭 對 因為我要表現那種疏離感 所以呢 他不是看鏡頭的 他呢 無視於你的存在 無視於鏡頭 無視於觀看這張照片 所有的觀眾 好 那 我們常講 智慧型 我常講 智慧型手機 一機在手 然後我們就 跟 那邊 就能夠 遨游啊 整個虛擬的世界 對 一機在手 你好像 可以得到全世界 可是同時呢 一機在手 你也跟整個世界完全 隔斷 隔斷 對啊 真的 我們看到很多的 家人 或者是朋友 約說喝下午茶聊天 結果大家 前面有 對不對 有咖啡 有蛋糕 可是呢大家都看自己的手機 明明說要接近聊天 喝咖啡 結果都在手機上聊天 甚至呢 跟對面的人聊天 也透過手機聊天 這個 所以這個 外面智慧型手機的人 應該槍力 那 我要等他把眼光看下來 好了 他就 缺斷跟我們的關係 他就 成為呢 去呼應了什麼 呼應這整個畫面的那種 冰冷感 冷漠 因為反光 所以底下的石板呢 發亮 發亮就很冰冷 沒有溫度 斷石頭可以溫度的 但是他因為反光 發亮的關係 所以他沒有溫度耶 那這個 整個畫面就是看到了 再來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背對著我們 更不用講 第三個 雖然呢 直挺挺的 可是因為距離的關係 他面目已經模糊了 所以呢 這個動態的小三角形 三個人 通通 就是在 呼應我剛剛講的那種 冷漠 好啦 那我們呢 在表現一個主題 你可以正面去表現 就是他冷漠 所以你就寫 冷漠的那種 主題的作品 但是你也可以反面書寫 他冷漠你就溫暖 所以我覺得這個畫面太冷了 我要給他溫暖 因此在文字上 我說 我的四眼 仿如絲謀光亮的書版 他們鋪成極了的向道 好讓我一次又一次的讀醒 好讓我的步驢 一次又一次的迎送 用這種深情 用這種一次一次不斷的親近 而且是這種 絲謀的親近 來尋回人與人之間 那種冷漠的感覺 好 又碰到一個倒霉的人 這個畫面呢 我一看到之後 哇 眼睛的光是色彩 因為我們大概 在座很多人應該都有拍照 所以我們拍照有時候看到 哇 它的造型很漂亮 你會拍它 另外呢 很直簡直是 色彩很漂亮 不管是協調或鮮艷 或對比 我們也會拍 這個就是 看到這個畫面 這種建物本身 這油漆 牆壁的油漆 剛剛刷過 所以很艷 沒有髒東西 再來呢 這個 極紅色的 配上乳黃色的 這個對比 非常協調 也很跳 再加上 窗戶的兩張海報 本身就是不錯的畫面 我覺得 但是呢 好像切臉什麼 剛好看到這位先生 在我們畫面的右手邊 我就說 那你就進來 沒有 我在心裡面這麼說 你要進來 他果然很聽話 他就進來 然後 他就走過來了 走過來 我就說 這才是你該的位置 等他走到這邊 我才按外門 因為那裡是他最恰當的位置 在畫面中 他就是中心點 再來呢 那個畫面 剛好可以襯托這個型欄 包括他的長頭髮 包括他的墨鏡 包括他整套 鼻挺的西裝 跟西裝 繡口的 這個什麼 繡筋嗎 什麼什麼筋 白色的毛巾 整個 形象都凸顯出來 用鵝黃色的背景 襯托深色的西裝 所以呢 就他最好的位置 然後 我又故意 弄的聲音 因為他走了嘛 剛剛眼睛看前面 我在這邊拍照 所以我發個聲音 他就會 我會 看一下 就是這樣 不然他不會看我 不會講過你 所以呢 你看這個構圖 一個活生生的人 跟兩張 沒有生命的海報 然後就一個很均衡的 三角構圖 然後搭配起來 然後他在這邊 那對不起 我就請他一輩子 守在這邊 說 我聖莊赴約 站在最熱情的位置 成了一張新帖的 彷徨海報 因為他在等人 我意想他在等人嘛 而且是等情人 可是情人一直還沒有來 所以他要東張西望 你看他聖莊赴約 多麼看重這一次的約會 可是那等的人還沒來 心裡會彷徨 會焦慮 所以那是東張西望 一直沒來 就好像 那一部有名的戲劇叫什麼 等待 等待果陀 好 我們告別芝樂那亞 兩天行程結束了 我們到下一個城市去 這個叫做米蘭 米蘭後 因為這個大教堂 非常有名 有沒有覺得說 這個教堂跟其他教堂很不一樣 什麼不一樣 白色不一樣 再來呢 白屋頂很多的這種 尖尖的叫做尖塔 塔柱 這麼多 138根 138根 每一間上面都有雕像 不只呢 每一間上面有雕像 整個 這個是 你看這些 不只是塔尖上有雕像 包括這座教堂的立面 就是牆壁 外牆 內牆 通通 有很多很多的雕像 每一座雕像的儀態表情 知識 都各不相同 高達三千一百多尊 這個雕像 所以 這樣的一座教堂 評價很兩極 喜歡的人很喜歡 還有很多意見 為什麼呢 最簡單 而且最代表性的 負面的批評 不喜歡的 就是寫 查太來夫人的情人的作者 D.H. Lawrence 勞倫師看到這個教堂很火大 這個教堂簡直是跟刺蝟一樣 那很多教徒就說 欸 教堂是幹嘛的 是不是給我們安定平和 樹木的 怎麼在氣壓壓 好像不是要跟宣經 跟修法一樣 所以很多人也認為 這實在是不太符合教堂 他的那種精神或者他的意涵 可是呢 我剛剛講說 馬克圖 我信他講的 因為他講話 跟他的名字一樣都很溫和 稱讚 俄羅拉雅米人 說他是義大利最漂亮的 然後呢 看著米蘭大教堂 也說了一句 我很震撼的話 他整個不只是小說家 他也是詩人 他說米蘭大教堂 是一手用大理石寫成的詩啊 你看 這一句話就跟詩一樣美 因為呢 這白色的建築物 用的建材通通是大理石 一手用大理石寫成的詩 多美 大理石寫成的東西是嗎 表示永恆欸 對不對 大理石啊 用金用石 所形獸出來的它意思 就是內在的意思就是永恆 米蘭大教堂 這個教堂 前面有廣場 我相信如果各位有去過的話 就知道廣場 人山人海 摩堅茶蟲 裡面有這個雕像 這是 意大利歷史上的名人 這個 艾曼牛啊 二世的雕像 旁邊呢 有一座商場 這個是全世界最早的購物商場 在這邊 這個商場的屋頂也很特別 就是這個屋頂 圓頂的 然後呢 透光的 我看過 好像意大利的 這個 介紹的旅遊書 當然意大利漂亮的地方太多了 可是那裡有這個書啊 是用這個屋頂當書的封面 那可見呢 他還受很多人的青睞 我去的時候是2008年 這個商場裡面 雖然叫做商場 回廊商場 可是裡面都很高級啊 在米蘭 時尚之都很高級 包括 麥當勞 麥當勞 麥當勞是黑色香精 黑色的底 然後呢 那個英文字 他們的logo 是金色的喔 哇 我兩千年 現在當然沒有看到麥當勞 有黑色的底的 之前一般的麥當勞 你看 紅色 黃色 白色嘛 這幾個顏色 材質塑膠做的 簡單明亮親民啊 快速啊 這麥當勞 可是 在這個商場裡面 那種的低俗的不准進來 這裡面開賣的那個 要黑色 要香精 在這個時尚之間 看起來好像應該都像剛剛 那個穿著西裝北挺的人 然後呢 拿著信用金卡 才可以來逛的 我就看到有一個 欸 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 好像才剛出社會 搞不好呢 他的薪水 是23k 怎麽在這邊啊 在門口 抽煙 抽煙 所以我就看到說 一個很年輕 或者是很樸素的年輕人 包括他穿著一看 年紀跟穿著 站在了這麽 比較奢華的店家的門口 他本身就有了對比 有了對比 就覺得 可以 可以幫他拍一張照片 可是我竟然 光是拍他的話還不夠 剛好 我知道 有一個小姐來了 太好了 又可以幫她們配成對 所以路這個小姐走到這邊來 就按了快門 好啦 那現在呢 大家在同框了 其實這是路人甲 這是路人女 但是現在同框了 同框呢 我就要讓他們有關係 有關係 在詩裡面 讓他們產生關係 說 我在浮法的外面 孤立良久良久 真實的你 終於從虛幻的櫥窗走得出來 變成是藍女關係 藍女朋友關係 變成是情侶關係 然後呢 你孩子 到了精品店都喜歡逛 你孩子逛精品店 藍的呢 不願意進去 就在外面等 而且等多久 等很久 所以一逛逛很久 逛很久 然後呢 從藍的角度來講 裡面是浮法的 然後呢 櫥窗 你看裡面是虛幻的 可是呢 這個女孩子卻掉在浮法裡面 在虛幻裡面 就徘徊 流連那麼久 當然這有點 比較對這個女孩子 不好意思 要批評她 但是呢 我們創造了一個 有趣的那種關係出來 外面 我們講說店面 其實呢 那個建築物 精品店 走一段之後就會有一個 穿堂 穿堂進去 後面呢其實是有住宅區的 所以呢 每到有一個穿堂 每次轉往穿堂進去 就會看到一些不一樣的 小小的中庭的風光 所以我也蠻喜歡這樣 穿街構向的 看看人家外國啊 在一個小中庭裡面 各自布置些什麼 好 好啦 這個呢 是我拍下來的一個畫面 因為也看到牆壁呢 剛剛 這個刷過 剛剛有起過 所以色彩 他們一共色都非常的鮮艷 所以 再加上陽台有很多的 盆栽 爬塘類的植物 所以 橘紅色的 怕配上綠色的 結果顏色就很美 很美 你就 反正 現在都是數位相機 那些東西 都不用 一定不用錢 是拍的 拍的後來 在挑照片的時候 還是很喜歡 雖然這畫面好像沒什麼 可是顏色就 被它顏色 好色之處 就被顏色所吸引住了 那 挑了 挑了之後 又要配絲 配絲的時候 一開始 是什麼構想的呢 一個是橘紅色的 一個是綠色的 好像很容易 我們就會 用很 很 創作的自視思維 就是 好 橘紅色的就是男婦 那是女性 綠色的呢 就是男性 好啦 還在構想 這個女性跟男性 在這樣的畫面中 彼此的關係 要怎麼去構築 是一個什麼關係 然後寫出一首短詩出來 可是寫了一陣子 寫了好久 總是不滿意 不滿意 在有一天晚上 重新再看這張照片的時候 在恍然大悟 我們有時候 最明顯 最清楚的 你還沒看到 我不曉得 在這個畫面裡面 看到最多的是什麼 對 我上天晚上就紅了 哎呀 這個畫面 那麼多窗戶 我早該爬窗進去了 一直在外面徘徊 不曉得怎麼寫 爬窗進去不就好了嗎 所以我就是從窗戶下手 從窗戶下手 就容易多了 因為呢 好 窗戶 我就開始想說 好啦 每一扇窗戶后面就是一个房间 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有一张床 每一张床晚上都会上演一段 激烈的情爱故事 这样听我吗 所以从这边下手就写了这么一首诗 一夜之间连墙壁都换了草活 我们必须开很多的窗 才足以平护激烈的喘息 米兰它是一个大城 它其实也是工业城 时尚之都 可是它不光只是现代化 它其实是一个老的城市 所以它还是有它原来的文化的底液 因此它的老城区还是保留下来 甚至想办法要如何让它再生 就好像任何一座城市 常常大城市大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像这个就是米兰的老城区 原来的旧运河虽然没有现在的运输功能 但是保留下来 变成一新的观光的景点 你可以在运河上面有餐厅 水上的餐厅 面整个区 运味非常的好 感觉很棒 这里有一条小巷 感觉很像到了鹿港的感觉一样 在这个巷口这边有一家餐厅 对 这个巷口一家餐厅 那这个餐厅不是很豪华的 就是好像感觉在老城区 很朴素有五味的餐厅 我拍的这个照片其实是 这一个女孩子其实跟她的情人在那边吃饭 但是我想我拍她 我不要懒忍 只要女人 所以就把她懒忍遮掉 那 我有时间到了 因为当时很喜欢这家餐厅 有一股冲动要进去用餐 可是没办法 我们一般旅行 大部分是甘团 少数比较厉害的啦 你可能背包啊 刻啊 或者是游行 可是我们大部分还是甘团居多 所以甘团你说的时间 大部分都被人家找工作 各位介绍这些 就是说在很短 充促的时间里面 如果去拍照 如果记录自己的心情 甚至因为拍了那个照片 你在重新阻绝之后 还处之后 是在创造出新的心情之后 旅行不是说你那一趟回来 那就结束了 当你在看照片 你在重新还处 甚至你又给他赋予上一段心情 笔记啦 文字之后 下一次你再看他 你真的就在所谓的神友 你在不同的时间里面 那个旅程你又去了一次 那个点你又去享受了一次 所以我为什么鼓励说 大家拍了照 不要拍了那么多照片 手机里面都超过一万张照片 然后哪间醒醒来 然后说 这好像是哪里拍的 可是你已经不晓得 那你到底是哪里的 所以那些照片 我们花点时间 花点时间经过整理 不只整理 所以我给你写下你的心情 记录一下你的感受 好 我刚刚讲的这条小巷 好有味道 整个 你看这个 一个好像走廊式的屋檐 其实底下不是走廊 底下是一条小溪流 小水沟 这小水沟是什么 各位看到这个水沟是做什么 对 对 洗衣板 这是体贴当时的女性 当时的妇人 洗衣服的时候 不要在阳光曝晒之下 这上面的屋檐 很体贴 看着这个洗衣板就 还好我没有去意大利的米兰大卖场买洗衣板 原来洗衣板跟台湾一样 原来洗衣服 古今中外 用的都是差不多同样的工具 这是一个老城区 所以很多人 老房子都已经搬走了 人去楼空 看着这种人面桃花的味道 你看这花开得这么灿烂 就是大门紧闭 木板门 木门底下一堆的邮件 有一些部分也规划成 因为要再生 所以很多人都会做这样的规划 就是所谓的 让艺术家进驻 让文创店进驻 这个大家想法都知 所以这个就规划成艺术家文创店 那每个单位 这一间一小间一小间的 其实还蛮有味道的 有画家 有做精工的 有做服装设计的 甚至有做电脑软体设计的 他们都有 形形色色 那我们就一家一家的逛 这个画面 先看后面一点 这个呢 他的工作室就在这个 另外这个中庭里面 他是一个服装设计师 他做了衣服 我看了没有一件我看得懂 因为都是女孩子的衣服 他就很奇怪 外面这一位呢 他是一个画家 我看了他在那边画画 我们在那边留脸啊 徘徊啊 后来发现 这画家要出门了 他要出门 刚好里面的服装设计师也要出来 我就让他们两个很同框 所以画面把他移过来 不然的话 这边其实这个画面其实很漂亮 那这个照片没有拍得很好 因为有点曝光过度 不然 当时为了要照顾这边 所以浮不裂掉 这边都曝光过度 其实是 你看这个墙 他们的墙都这么鲜艳 如果这样子拍起来是很漂亮 那两个人在同框嘛 那要写 我写他们是同性恋吗 这想了老半天 但是呢 后来 我又让他有时空的感觉 因为 里面这个 在空间上 他在后面 所以他可以变身 他可以前世今生的思考 他可以换位思考 都可以 所以当时在构思这首诗 就是想过很多很多的角度 但都没有很理想 最后看到的 不是人 我说不要再想人了 看到猫 看到猫 欸 我觉得应该 从猫下手 我不是要捏在他 从猫下手 可能会更好一点 因此 刚刚刚就在吃东西 所以呢 好啦 这就给我一点 灵感 说 当你要离我而去世 务必关好门窗 否则 贪婪的猫 已在窥视 卓越我们温存的气息 评论教授这首诗 是写出了 《情爱的星三味》 不知道各位没有闻到 自己可以去体会看看 这个区呢 就是你看 年轻的啦 有很时髦的啦 都有 这也是画家 一位老画家 我刚刚讲 米兰 有新城区 有旧城区 这个呢 就是 新城区跟旧城区的交界处 我经过这边 特地拜托司机啊 能不能让我们下台一下 拍个照片 因为 导游在讲 这里呢 我们经过了新旧城区的交界处 那我看到这间公共艺术 我就拜托司机 能不能停下来 给我一两分钟时间 拍个照 拍了照片 可能这个角度没有说很好 各位能不能看出这件公共艺术是什么 音乐的字 哦 对 第一大部分人就说他好像是音乐的那个 画 他其实是一根针 这个线是五元六色的线 这样就很有意义 对不对 新旧城区交界处 所以新旧城区要缝合啊 你不用光只发展新城区 旧城区就让它没落啊 所以呢 新城区发展的时候 同意要把旧城区带上来 然后让旧城区原来特色 能够发挥或者是能够再生 新旧城区的交界 用一根针 让他们做缝合 那这个好像看起来很清楚 知道它是什么 教堂 对 看了就教堂 是 它当然有教堂功能 不过这里呢 是坟场 墓园 我很喜欢去逛人家的墓园 上个礼拜 那个罗志诚老师也讲说 他也喜欢逛墓园 我叫我志诚的人都喜欢逛墓园 因为我本名叫王志诚 上个礼拜那个叫罗志诚 他说他也喜欢逛墓园 我从来没有跟他谈过这种话题 我像我去澳门 我去逛澳门的墓园 我去英国爱丁堡墓园 到了米兰 这个墓园 好漂亮啊 你看 这是墓园 艺术墓园 这都是墓园 里面呢 就跟教堂一样 树墓 它有一个类似 像我们现在的灵舞塔那种东西 大家可以拜拜 它真的是这个样子 里面当然有一些墓园 特别是名人 藏在里头 可是后面整片都是墓园 你看 干净也优雅 又艺术性又高 没有一座墓园一样的 每一座都不一样 感觉每一座好像都是找了雕塑家 艺术家所设计过的 你看这座墓园好大 我说过它是好像里面的地堡一样 再来像是一件艺术品 用陶瓷去描摹 那种依据 依山在风中飘洋 特别是你洋装在风中飘洋的那种感觉 或者充满着东方色彩 用红砖八角塔的方式所建造出来的 你看每一座都不一样 即使呢 五花八门 然后各善所长的设计 但是呢 我最喜欢的是最简单的这一座 简简单单就一个女性的雕像 趴在地面上 它在干嘛 引气 对不对 眼面 眼面 连污着 眼面引气 你可以感觉它声音没有哭出来 就是听到 唾气的声音而已 不是嚎啕大哭 所以呢 这个 未亡人在世的 就是女性 底下的 当然有可能是她的 妈妈呀 她的亲人 她的爸爸 但是我们两人想了 底下就是她的先生 所以那种情感 近在不远中 光是一个动作 我在写这些这类的作品 这些摄影师 是拍旅行 拍了照 回来开始挑照片 挑完照片之后 再重新回到了那一段里程里面 重新进到画面的世界 重新进到画面的世界 有可能想的 是回到当时的心境 有可能是因为画面 创造出当下的心境 所以有各种不同的情况 然后呢 甚至是交融在一起 去写那一首短诗 因此呢 诗作都是在挑完照片之后才写的 可是我所有的作品里面 不管是欧洲系列三本 或者是后来的写台湾的 这么多算一算可能将近四五百首的短诗当中 唯一一首在现场写下的诗就是这一首 我逛了整个墓园 然后最感动的就是这一桌的墓 然后呢 就真的是拿出笔记本出来就写了 写了这么这几句 说 嘘 请我小声一点 我正拥抱着死亡 倾诉 这个墓园呢 非常漂亮 所以 这叫观光客 这叫观光客 所以 来了两部游览车 哇 一贯而入啊 这观光客 我就很好奇 我真的 我特地跑去问他们 说请问你们从哪边来 德国来的观光客 这里是在意大利 德国来的观光客 我看一下 哦 原来是在观光的 因为你看 这些观光客 年纪都有点大 在找自己未来的房子 在找自己未来的房子 另外大家 国际上活不上 好 讲的死亡 因为我们来看什么叫做龙情秘义 这座城市叫 维洛娜 维洛娜有名的是什么 朱丽叶的家乡 各位你已经看到朱丽叶的房间了 你知道吗 你觉得朱丽叶是哪个房间 对 很容易就辨识出来 有阳台的地方就是朱丽叶住的 不然怎么跟罗咪吼谈恋爱啊 所以呢 真的哦 我不是最有 这真的是朱丽叶的房间哦 好 朱丽叶的 老家 所以呢 它当然是一个观光的重点 景点之处 而且你看建筑物这么多年了 好几百年的建筑物是古迹啊 可是外面竟然管理成这个样子 涂鸦的这么严重 哇 你这好可惜啊 这好痛心 外面也不管理一下 让那些人任意的涂鸦 这个房间是跟我讲 经过一个穿堂才进去的 所以要进去那个穿堂的墙壁 你看 五颜六色所有的涂鸦 白的 黑的 绿的 红的 黄的 蓝的 什么通通有 可是你说你到了 爱情的圣地 你不拍照 不管拍照 你出书 你不有这个照片行吗 当然不行 所以 我 这个照片我一定要收进书里 收进书里怎么办呢 要 还是要写诗啊 你说 写得这么乱 这应该是全世界 最浪漫的图 一定都写满了龙情秘义 甜点秘义的都写在这边 所以说整面墙 我狂乱地写下 我狂乱地写下 对你的渴望 好让全世界都看见 真的 你这样写在这边 你看你世界各地来的游客 都会看到 不过 大概看不到 一层一层的都被压过去了 怎么办呢 我们要想办法让人家看到 这个小姐 我一看 看到她的眼神就知道有问题 所以就一度盯着她 我眼睛看着她 镜头盯着她 因为她的眼神怪异 孔子告诉我说 观其魔子 人烟收哉 人烟收哉 看她的眼神 没有人能够掩饰 咬她自己的眼神的 要做坏事 看眼神就知道 所以呢 我就看到眼神 你看 这个眼神怪不怪 是不是要做坏事 所以就记录下来 诶 我发现她好聪明 你看 那个涂鸦 你在写怎么样 用什么颜色的笔 就会被人家盖住 所以她想了一个办法 便利贴怎么可以吧 可是涂鸦 都是用油性的签字笔 写在上面 油油的便利贴 一下子就掉了 诶 她更厉害了 她进阶 她用口香糖脸 可以吧 所以她干嘛 她在嚼口香糖 趁旁边不注意的时候 赶快呢 口香糖拿出来 准备好的便利贴 就往墙上一贴 所以呢 我已经顺利跟 这个维洞纳市政府举证 准备要领奖金 这照章乱 好 我们刚刚看到朱丽叶的房间 在二楼嘛 所以呢 她也开放让游客 可以上到那房间 去参观 所以在楼梯口 摆了一本呢 留言簿 说太不浪漫了 对 因为摆一本漂亮一点 浪漫一点 因为随着的边边 就好像我们小孩子的 笔记本一样 哪一本在这边 我就一页一页 翻到 哦 中文 樊主制 写的什么 朱丽叶 and 罗米欧 要幸福哦 他不是简体制 这是台湾来的游客 还有呢 来这边 朱丽叶早就过世了啊 那我们总是要让游客跟朱丽叶拍个照 做了一个朱丽叶的同像在这边 然后呢 就骗游客说啊 你来这边 你的爱情要得到祝福 一定要跟朱丽叶合照 大家七只肉物啊 排队啊 要跟朱丽叶合照 哎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哦 要加入诗人组才知道 有一个小秘密 就是 你跟朱丽叶合照 还要有一个秘诀 就是 你的手一定要摸着他的幼乳才有效 有没有看到 朱丽叶的右边的乳房肿起来了 你看他右边的乳房都被摸得这么光亮 小孩子你还太早 老太太你太老 但是爱情永远不嫌早也不嫌老 所以大家都要跟他合照 而且都知道手要摸着他的幼乳 这是全世界唯一公然可以洗胸的地方 其他地方拜都不要 你只能来这边洗胸 好啦 你看这么多人排队要跟朱丽叶合照 朱丽叶家属的墓园 所以这座城市呢 其实非常有敌印 我们都知道 哦 意大利竞技场很有名 罗马竞技场 其实不是只有罗马竞技场 维罗娜也有竞技场 周边是有一区非常好的 很漂亮的地方 你看这个街道 看起来就让人家留脸忘怀 所以游客很多 有很多的街头艺人 然后有很多的雕像 或者像连佛罗伦诗 很有名的诗人 叫做大利丁 在这边都有雕像 大利丁被称为是欧洲最一大事 我们看一下这个城市 我们看完时间就到了 这都还在维罗娜 这维罗娜有市场 我看到一个市场 看到这个画面呢 很特别所以也拍了 这些墙壁 你看到它是 你看就知道它是曾经彩绘过 可是已经翻播了 这种彩也会在欧洲中世纪很有名 它的叫做 湿壁化 干湿的湿 所谓湿壁化是说 在墙壁还没有干湿前 就把颜料一起跟这个 色彩颜料跟这个 要粉刷的这个墙壁的颜料 混在一起 然后湿的架一片 这个可以咬尽这个建材 所以这么会比较耐久 不然的话你看墙壁已经 这个铺好了 然后再彩位上去 就是一层油墨在上面 油彩在上面 风吹日晒就整片整片的掉 那掉就薄了 就白了 但是它即使是斑波了 可是那个很多色彩都还在 那古迹要修复 那欧洲古迹修复的话 在修复的过程会先用一个大的输出 把它盐奶的样子 撞在那边说 这边盐奶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们现在围起来了 里面在修 在修 那同时呢 前面有人 有这个厂商 去那边做了一个广告 就卖手表 我觉得这个对比太好了 所以我就把它拍了 写了这么一首诗 魅惑如你 以致壁画广的补妆 岩时间你停下脚步 对你深情的灵事 这个卖手表 当然展示出来的 是那个商品 手表 那画中的手表 当然不会动 所以时间是 灵事的时间是静止的 是永恒的 是永恒的 因为是卖上品 所以摩托尔都很漂亮 因为很漂亮的摩托尔 所以墙壁即使妆花了 他却忘了补妆 这很像我们中文的称语叫 沉宜若燕 对不对 所谓沉宜若燕 这个女孩子太漂亮了 鱼看到他自省残睡 就赶快沉到水里面去 若燕是天空灰的燕子 看到这个女人太漂亮了 看她在亡羽 忘了拍动四把就掉下来 跟这个一样 好 这个一个很有人文底蕴的 甚至有爱情神话的一个地方 也不是那么淳朴 你看这路边整排都是重型机车 然后呢 这对热情如火的情侣 在重型机车上拥吻 哇太美了 所以说坐在重型机车上 我们热情的拥吻 四片纯瓣牛乳 电解的火星塞 瞬间点燃强力的引擎 我们将飙尽情意的急速 好啦 没机会讲威尼斯了 哈哈哈哈 没机会讲威尼斯 这是威尼斯 我很快把他放掉 好像一开始 有书生志所做的那个广告 就是从威尼斯这边来的 看看有没有 有 我也坐在PPT里 这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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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陈增想一下 我们等一下要问问题了 有三本书 还有做刚刚讲的威尼斯 那个画面 这个手稿是真正的手稿 不是影印的 这是影印的 好 我就讲到这边 先鼓掌再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要您这个陆老师休息一下 真的 不过当然时间也到了 不过因为我们有奖品 所以大家可以稍后 我想今天这个陆老师的演讲 大家觉得精不精彩 我们暂时来 这个题目我听过 但是今天陆老师 加葱加蛋的 加了很多料 而且我觉得不但是说 让我好像去游历一次一样 更重要的是说 好像也教导我们 未来我们再看每个景点 每个一个画面的瞬间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想 也许那是创作成一首诗 那这个 而且他今天还教了这个摄影的技巧 这个之前我倒是都没听过的 所以我觉得 很谢谢陆老师来 今天因为有大家 这么多人 这么热情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场域 让他这个诗性大发 刚刚我有讲到 我就说 我们很多人也在问我说 你们那个 陆老师写这些情诗 情人在哪里 其实我刚刚听一听 我觉得情人在那是谁 其实就是诗嘛 对 那因为之前 可以报个料嘛 对不对 之前还有 我们错过这个书的时候 有一个人 有一个诗人打电话给我 跟我 问我说 欸立芹 你知道那个陆老师 是不是现在谈恋爱了 我说 有吗 他说 我有看到最近出了一本诗集啊 我说 这个你就去问他吧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 我也问过陆老师 不过始终是个谜 但是我今天听了 我终于解开这个谜了 其实他就是个诗人 那他其实 他所有的诗 就是他的情人啊 那我想 大家也是陆老师的情人吧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来问 三个问题 四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说吧 你说吧 不知道 大家刚刚 有没有听清楚 我说 呃 我有一首歌啦 歌词 同时得了金须奖 也得了金鼎奖 也得了金鼎奖 等一下 等一下吧 不然你要 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题目已经说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喊一下吧 那我们再来选 我们 哦 我看一下哦 这个怎么选 那何老师来选吧 好 中间这一位 穿黑衣服的小姐 化眉吗 化眉是吗 答对了 答对了 大姐 你是现在要搬吗 还是 四个都不能 好 谢谢 然后第二个 第二题是什么 刚刚我介绍 贵宾 我很敬重的 钱龙正老师在这边 然后呢 我有幸 跟他合作的 我们得了 传统艺术金须奖 可是那一部啊 台湾第一部的 台语国乐歌剧 的剧名是什么 这么多人知道 巨名啊 巨名啊 那是戏的名称 戏的名称 戏的名称 戏的名称啊 穿白 戏 李天路的四个女人 李天路的四个女人 陈老师对吗 陈老师对吗 我可以好奇请问一下吗 因为我发现 这是你女儿 对不对 孙女 孙女 我的天啊 怎么这么年轻啊 这真的是 不是阿嬷吗 是吗 是阿嬷 真的 真的 这么年轻吗 你才30岁就 就这么阿嬷了 没有 但是可以想见哦 所以我们应该用 我们的温泉来美容 对不对 这么年轻 没有 我现在很好奇 刚刚他们两位进来 你们是讲台语吗 对 讲台语哦 你很厉害啊 你说一句台语给我听到吗 好 而且我刚刚 请猜度 一般你给我干 很棒 是 剪店家卫部 是 剪店家卫部 剪店家卫部 这么棒的小朋友 等一下应该有个特别礼吧 好 好 然后接下来第三题 你又想一题 我想一题 好 我先讲 第三题 好 刚刚给各位介绍的 分享的是 《何时爱念到天涯》 其实它是我提到过 欧洲系列的三本书其中的第二本 其他还有另外两本 你不要两本都说了 说其中的一本的书名就可以了 其中一本 对 其中一本 好 那是哪位 这位小姐 忘了曾经去流浪 忘了曾经去流浪 那也因为这一本书 然后开启了这一本 附老师摄影 然后加诗 这个整个系列 那第一本是忘了曾经去流浪 第二本是这个 《何时爱念到天涯》 还有第三本是 陪我走破坡路 总共有三本这样的系列 其实接下来 刚刚欧老师有讲 他有说 他说旅行是为了 回家 回家 哈哈哈 再出题结婚 没关系 旅行是为了回家 没错 所以呢 接下来 他又出了另外一本 讲台湾的 诶 这个 有人知道吗 对 我刚刚没有这个答案了 《走在台湾的路上》 是吗 好厉害 《走在台湾的路上》 这个应该要送给你的 对 手感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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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有一题 没有 是的 是哦 那我们有一题拥抱奖 行不行 有有 这个 我们在前几次有一个 那个陈一芝老师 那一次 粉丝的朗诵 对 这个是陆老师 他有一个三连拍 好 那大家有没有 应该我想 现场很多都是老师的粉丝 应该很希望来一个三连拍的 那你再出一题好了 我出哦 我想想看哈 因为我 我是觉得 刚刚老师念了非常多首 那个 这么浪漫 这么深情 而且不只深情 还激情的 的诗 我想要不要 我们在座的啊 有没有人愿意 来上来啦 送一首 好不好 有人愿意吗 好 那就你吧 来 看 你有吗 你有你有 好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上来 好 来前面 有没有人愿意 有没有人愿意 你不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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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愿意 对 对 差多久啊 对 同一天 那么整段 好 同一天 好 那 我们现在来 来 颁奖吧 对 我们首先 刚刚 第一位吧 我们请第一位 第一位上来 让老师来颁奖 那颁奖的有三连拍吗 哈哈 三连拍是什么呢 握手 对不对 对 然后 什么 握手 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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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赶快拍啊 握手拥抱 还有什么 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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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有嗎? 不錯啊,不錯啊 不錯啊 好,再一下一位 您剛剛那位小姐 他 哦哦,你再到 好,握手 握手 握抱 要不要清一下呢 机会难得 好,然后我们下一位 哇,这个是大奖 对 一、二、三 一、二、三 这边就把它拿起来 好,握手 好棒 好,我们有时候再传染的时候 或是目前搜索 哦,可以玩特别 我们还有期待会儿 哦,下个人我们就可以玩这个 好,谢谢 好,今天我们的活动就到此结束 很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